國道1號走山現場 大型機具持續進行打樁清運廢土 新政院長蘇貞昌 6號上午在理委蔡司映賴平渝 集中部長王國差等人陪同下 前往施工現場視察搶災進度 這個我就很希望能夠再加快 那這個當然給大家很大負擔 不過你敢明天早上6點 看可不可以再早幾小時 因為6點還是有一些早班已經上路 如果能夠早一點可以更好 差三小時一定會差很多 這一點特別拜託 所以我不敢多占時間 在這個時候是來表示肯定感謝工程的專業 還是尊重交通部工程會 尊過高空局 那兩個市政府大家一起協助 希望能夠讓往來交通盡快 那我要藉這個機會特別感謝 我們內政部警政署對地方警察 指揮交通疏導平面相關閘道等都很重要 還請兩位護士長也都督導 請他們都加油 目前我們的內線車道已經通了 我們希望主線車道也能夠盡速的暢通 那我想院長今天來就是要了解整個工程的進度 以及聽一下我們對於地方的一個期待 那當然就是希望整個工程能夠加緊繼續努力 希望能夠盡速的能夠完成這個主線的一個貫通 那主線貫通的話對於基北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國道客運的繞道 應該就不需要再繞道 對於這個基北搭乘國道客運的通行族來講 就可以省到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因為過往這兩天我們的國道通行族 很多民眾跟我反應 大概多花了快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事實上這個對他們的整個上班上課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困擾 原先高工局預計主線道可在7號上午6點搶通 但行政院長蘇貞昌希望工程單位能夠再提早一點 而陪同的立委蔡世穎則說 這次國道邊坡滑落和13年前國山走山 路權範圍不同 但都是高工局未來應該要加強監控 我們在2013年2014年 北二高那次的邊坡滑落的狀況不一樣 那次北二高的邊坡滑落 事實上是在我們的高速公路的區域裡面滑落 所以後來高速公路局有加強做整個路口的檢測 那這個地方是在邊坡的更後患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凸顯的是說 高速公路局在這個部分未來 除了我們的這個路權範圍內之外 路權範圍外也要擴大持續的邊坡檢測 永久的這個 拜託交通部 王部長 把那個永久的做更堅定一點 因為這個沿路的走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而且不只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也有 那這一些比較不影響交通 做就做堅定一點 就有點像我們當時姐姐蓄子淹水 一勞永逸 那連基隆百湖社區也不淹水等等 這些都是當年我從基層一步一步來 非常熟 我也特別感謝當年 胡哲成 政委跟李孟燕秘書長 大家一起幫忙 總之 工程的辛苦我非常清楚 非常知道大家的辛苦 孫恩昌特別感謝工程員日以繼夜的趕工之外 至於西子交流道 南下即散道 即出口渣道 估計還需要一週時間 來加強邊坡的防護和穩固 最快要13日才能夠恢復通車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不應該是一回我 很久很久 我應該對阿 你呢 離開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